赛塞纳吉今天在2017年国际妇女参政研讨会上发表开幕致辞时表示 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妇女投入政坛 所以他呼吁民众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赋予他更大的委托 好让他可以推动父权妇女的议程 除了在上议院实施固打之外 赛塞纳吉也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局应该有30%的妇女成员 还警告所有的上市公司 如果要拿到政府的合约就必须这么做 要不然政府就会公开羞辱这些公司 最后纳吉更是对姐姐妹妹们柔情喊话 肯定妇女的地位 他说巫统妇女一直被视为是巫统的脊椎 而巫统向来都引众妇女组来维持他跟基层们之间的关系